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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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沒談 現在跟宜君有夫妻生活 你們兩個有夫妻生活 不行嗎 有來三個月前啊 有沒有 有沒有 久久啊 有一次啊 久久有一次 外面的女生不在家就回來收 不是這樣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外面的女生不在家就回來收 回來收啊 收什麼東西 然後就要什麼啊 就要錢啊 反正他要什麼都給啊 那都只是朋友而已 他自己想太多了 朋友 對 會不會太離譜了 你如果沒有證書啊 你會這樣說嗎 你覺得你有抓到他那個 通姦的一個 外遇的 他之前就已經有一堆 所謂的呼群鼓掌 就是每天都去唱歌啊 去幹嘛 有的沒有的 像他媽媽啦 我去他們家啦 去那裡就給我賊這樣 賊什麼 我說這個不吃你們怎樣 他都不可以說 我做你老公耶 你都要替我講一下 我要怎麼聽你講話 連我們 之間出事情了對不對 你爸爸媽媽都還怪到我通常說 我從你 是誰從你啊 出什麼問題 出妳是出了什麼問題 他就跟我結婚 就一直要錢要錢要錢啊 然後到我沒有錢的時候 他就回去跟他爸媽說 說我怎麼樣又怎樣 結果他爸媽就說 我們為什麼會結婚之後 結婚之前還有一筆存款 為什麼結婚之後 就什麼存款都沒了還要負債 妳有沒有跟爸媽媽講說 錢是妳賺來的 有啊 可是問妳 他們就是說 本來夫妻就是要互相啊 妳要結婚 我要認名 妳跟妳講話這樣啊 妳跟妳講話這樣啊 什麼認名 妳在講話 妳非常打理耶 我覺得妳指定他 妳講話可不客氣一點啊 我怎麼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有錯 妳一點都不客氣耶 剛好而已了啦 什麼剛好 以前談戀愛的時候 然後吵架的時候 什麼都是妳錯妳錯 妳都要讓我怎樣怎樣 什麼都好 結婚之後 我才唸妳幾句 妳就這樣子生氣怎樣 只差沒動手 妳過不過分啊 妳 妳現在這樣 在這個公共場合 妳都這樣態度對他 妳試一下更誇張的啦 一定更誇張 吊得冷靜嘛 妳對她好 妳對她好 說出來啊 說出來啊 對啊 我們從看你出場 就是這種態度到現在 對她好嘛 大家都要聽說 妳到底對她好 對啊 因為現在她在指責妳 她說妳都不在家啦 出去後好 算妳有出去就都出去 都不回來了 現在家裡 她是會回家 每天回家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回去 對 然後回來的時候剛好我都不在 然後她一走的時候 就是滿屋子的亂東西什麼 我又不知道 所以妳覺得她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覺得為了錢 是這樣嗎 妳現在人家說 妳認定怎樣 妳認定怎樣 我沒有這樣認定 妳沒有這樣認定 妳對她好 妳好 妳哪裡 來 對 妳溫柔啊 對 體貼也沒有 對啊 溫錢啊 我們看不出來 或者是我們 你眼睛蕭的都看得出來 你怕溫柔耶 對 多久沒有這麼溫柔 沒有體貼 沒有溫錢妳的感覺 多久了 兩年了 她這樣感覺我也沒辦法了 對啊 妳就只有死皮賴臉會而已 我都做得是這樣啊 誰說妳這麼多賺錢 她的賺錢不是她的不對 妳不要賺錢 妳自己不好耶 整天都可以做生意而已 妳說什麼 每個人一天只有24小時耶 張先生 24小時 我還要做牛做貝 還要做妳的母 還要顧妳的名字 還要做人的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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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我朋友要找我家而已 妳就在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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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 我婆婆給妳 妳就要趕快去買我的收音機 妳什麼意思 收音機沒有金貨妳的動機就拿了 本來沒有收音機的 就是因為它會這樣翻 我才去買一個可以上鎖的收音機 一張都放多少 大概多少錢 裡面有多少就拿多少 紙鈔有幾張就拿幾張 這店我們本來給我們拿 妳有這種動作過嗎 是純手拿而已 純手拿 因為妳覺得這店是妳的就對了 對啊 本來是啦 錢裡面也是我們自己的 對啊 所以我拿應該 但妳有經過她的同意嗎 沒有 我可以同意 不用同意 好 不用同意 我就是妳老闆嘛 真厲害嘛 這店是妳的嗎 本錢也沒出 人才也沒出 妳在吃飲什麼 整天坐在店門口在喝酒吃飽 妳那個叫做掛名董事 其實我們朋友就看不過 說到我媽媽好像 好像媽媽一樣 就都找我家裡了 我找不到人要怎麼找 我當然是問妳朋友啊 妳說妳跟誰出去 我當然是找他啊 要不然呢 手機不是收不到訊號就是關機 妳靠到人家不漂亮這樣 這樣拚飛機了嗎 我怎麼拚 其實我要說一句公道話 夫妻兩個本來就是這樣嘛 妳每行都不討論 一天再跟朋友出去玩 做母的人和一個做母的都是這樣啊 我就會一直想要打電話 問妳在哪裡 叫妳回來要帶妳回正途嘛 那妳永遠都是不聽話 他只好一直... 就是兄弟啊 要不然怎麼辦 一個小孩講不聽 我只有一直跟妳練 一直跟妳講啊 尤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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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尵 她媽媽媽媽要對她的男怨全部都跟我說 好像這個孩子不承載是我的責任一樣 是 回去拿跟她媽媽拿錢也是啊 然後媽媽就打電話來跟我講說 為什麼要讓她回去拿錢怎樣怎樣 應該對她怎樣怎樣又怎樣 可是所有的責任都是我不對 所以她爸爸媽媽很疼她就對了 拜託我爸媽都不跟媽媽 我爸媽都跟媽媽都跟媽媽 會不會 妳就親子出去 誰的去幫妳賣 對妳就有錢很好拿 就有錢好吃 好幸福好量 像妳媽媽的 媽媽的 別人嫁都是小孩 別人都不是喔 這樣喔 妳老母親也是這樣 別人嫁嫁就不是嫁嫁 妳爸媽都把要該念妳的事情 該罵妳的事情 都到我的頭上來 他們跟你講過一句重話嗎 志銘 在認識她之前交過別的女朋友嗎 沒有喔 哪有交 她是妳第一個女生喔 交過我第一個女生喔 對啊 說白療會怎樣喔 好暖啊 她不是親愛在說的時候 妳第一次的大母子 第一次的處男女兒 對啊 還真是看不出來 對 因為這跟她倒不出來 對 倒不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 宜君在說 小吃店 做了這麼長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都沒有幫忙 甚至她裡面拿錢 而且愛賭 我曾經幫我為事 但她自己又好賭 現在也欠了三百多萬的債務 是不是 還有呢 來 還有劈腿 光是被我抓到的 有證據的就三次了 對 這個有劈腿到三次 能不能一次一次跟我們講 第一次什麼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結婚嘛 我們都還有積蓄的時候 然後請客的時候 還收了不少紅包 然後她就開始上 跟朋友上 然後就跟其中裡面的一個酒店 小姐很好 常常私底下一次約會 還送她LV的包包 妳怎麼看到 妳怎麼後面說 妳是說什麼 啊 不然妳拿LV的包包 是什麼東西 我叫妳要送完 好歐歐阿姨 朋友拿來走 休假坐不可以嗎 這樣也不對嗎 那為什麼 我就看她拿著那個包包 很高興的跟你手牽手 走在路上 有看到 那你們在酒店裡面約會幹嘛 就算了 去喝酒 去點這個小姐的台就算了 為什麼 是在大白天一個下午的時間 兩個人是在公園裡面被我遇到 為什麼 公園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妳看到什麼情形 他們兩個就打情罵俏 在那邊坐當秋千 那邊兩小無財 然後就抱著那LV包包 那女的還跟她說謝謝 妳拿LV太浪費了吧 等一下 妳說什麼 妳說什麼 拿LV太浪費了吧 對喔 那個用LV就不會浪費了 是朋友拿 朋友嚇我拿 他這樣沒有錯 他用LV太浪費 他在用什麼 青菜 拿到金碗了 你說什麼 我還想要打 就說他 南天的男人 心情不好 他說要切 要找好 我只是在旁邊和紅圍而已 怎麼可以這樣 紅圍了 紅圍了他就來 我沒辦法 你剛才說什麼東西 我能說什麼 你怎麼這個在這裡指著我跟志明 難道這裡面的孩子是誰的 這個還有什麼是誰的 對你來講 一點重要都沒有 你就是個狐狸雞 狐狸雞 你要告訴我們是什麼 我想要跟志明講說 那個孩子是 蛤 你 你 小朋友 你 好 好 好啦 孩子是誰的天 我知道了 不要怕